狐狸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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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識過了帥氣的多邊形之後 狐狸貓開始對形狀產生更多的興趣 沒想到它找了一些資料之後才發現 除了之前正與不正的分類之外 在三角形和四邊形的領域當中 還有更多更多的分類啊 事不宜遲 一起來跟狐狸貓看看 還有哪些特別的形狀吧 首先從三角形開始 我們知道三角形有三個邊 若是其中兩個邊等長 那就把另外那個不一樣長的邊轉到底下 這樣子三角形的左右兩邊看起來會長得一樣 可以稱為等腰三角形 這個腰指的就是兩邊的部分 剩下的那個就稱為底邊 為什麼又叫做等腰 不是等肩或是等腿呢 狐狸貓你知道嗎 等腰三角形它的英文叫做 Isosceles Triangle 其中的Isosceles 源自於希臘文 有相等的腳的意思喔 那至於中文啊 我們可以用山腰這個詞來想像 指的就是山頂到山腳之間的部分囉 好接下來如果三角形的三個邊都一樣長的話 那它就是鼎鼎有名的正三角形 最常用到的性質呢就是三個角會相等 什麼你說這是個巧合 嗯我可不這麼認為喔 關於正三角形的各個性質 證明和應用 之後大家還會有很多機會遇到 這次我們就先做個簡單的介紹就好囉 討論完編長之後來看看角度吧 還記得什麼是銳腳 直腳和鈍腳嗎 以90度為分界 小於90度的腳稱為銳腳 等於90度的則是直腳 那麼大於90度的則是鈍腳 如果某個三角形它有其中一個腳是鈍腳 那就可以稱它為鈍腳三角形 嗯通常它會長的扁扁的 像是這樣 那如果三角形它有其中一個腳是直腳的話 就稱為直腳三角形 那它是幾何學當中很重要的一個角色喔 而那些三個角都是銳腳的 就稱為銳腳三角形 像是剛剛提過的正三角形 其實也是它其中的一員喔 那麼來考考你吧 下面這個三角形是屬於哪一種三角形呢 答案是B 可別看到三角形當中包含銳腳 就選下答案囉 因為它有一個腳是直腳 所以它是直腳三角形 至於銳腳三角形啊 可是得要三個腳都是銳腳才行喔 到這裡我們小結一下吧 在三角形的分類當中有兩個面向 一個是邊長 一個是邊長的關係 可以分為不等邊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或者正三角形 另一個呢則是角度關係 可以分為銳腳三角形 直腳三角形 和頓腳三角形 你都記住了嗎 接著我們移動到下一個部分 四邊形 首先我們來看看一個概念 叫做對邊 在四邊形的四個邊當中啊 一定會有某兩條邊 他們彼此不相交的 例如上面和下面的邊 或是左和右的邊 就是一組對邊 所以啊一個四邊形 有兩組對邊喔 而當一個四邊形 有一組對邊平行 另一組對邊不平行的時候 會稱它為梯形 這有點像是布丁的形狀對不對 或者是我們在地理課 學到台灣地形當中 台地的側面圖 順帶一提 像是這樣斜斜的形狀 也算是梯形的一種喔 接下來啊 如果這個四邊形 是兩組對邊都互相平行的話 就稱它為平行四邊形 平行四邊形有一個特性 也就是它的兩組對邊 會分別等長喔 其實平行四邊形 可以說是四邊形的一種原始形態 只要加上特定的條件 就能變成 例如 加上四邊等長這個條件 平行四邊形就能變成菱形 菱形是一個更厲害的四邊形喔 它包含了平行四邊形的所有特性 並且還有四邊等長這項特性 像是撲克牌花色當中的Diamond 方塊就是紅色的菱形 或是如果平行四邊形加上四個直角這個條件 它就會變成矩形 也就是長方形 那長方形就不用多說了吧 它的常見程度 甚至你在生活當中想要避開它都很難耶 最後 若是平行四邊形加上四邊等長 再加上四個直角 則會發生Mega超進化 會變成什麼形狀呢 就由你來猜猜看吧 答案是A 其實選項B的圓形根本不屬於四邊形家族耶 那選項C的菱形 則是四個角不會是直角喔 沒錯所以最佳人選就是傳說中的正方形啦 兩組對邊平行四邊等長 四個角都是直角 絕對不會有第二人選囉 一口氣說了那麼多 看起來狐狸毛已經快不行了 那下面這個重點整理的表格 就留給大家複習一下 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囉 掰掰